全红禅终于开始变狡猾了 周继红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同时也有不少粉丝为他感到担心 在经过之前的裁判事件之后 成长了不少 全红禅在这次2024年的多哈世锦赛中 预赛和半决赛上 全红禅与陈玉希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在预赛中的第一跳 我们发现 全红禅显得特别低调 也做了战略调整 既然利益集团都偏向于陈玉希 那我就让陈玉希好好表现表现 陈玉希也就毫不逊色地拿到了最高分 以435.2分的成绩获得预赛第一 全红禅落后 陈玉希35.9分 这也是全红禅 在2024年以399.3分的总分获得第二 罕见地成了没上400分的成绩 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而在半决赛上 陈玉希又以421.85分的成绩 碾压全红禅16.55分 再度取得第一 要一直这样下去 也认证了当初周继红对他说的话 全红禅今年刚14岁 他也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 这个奥运会的 应该说奥运会的延期吧 所以他是冒出来的一个新队员 是去年10月份 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国际赛事 在冒赛时的最关键一跳中 全红禅也不再低调 拿出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才叫真正的王者 好的 太棒了 又是尽完美的一跳 我们期待一下 要全部10分了 全部10分了 哇天哪 这个分数打出来 应该是要全部10分了 通过慢镜头推放 也没有什么可扣分的地方 这就是教科书般的水准 差一个0.5满分 207报信满分99分 全红禅在这一跳里面 拿到97.35 太优秀了 看到这一幕 现场一片沸沸扬扬 就连解说员都叠叠称赞 全红禅再次在国际比赛中 上演水花消失数 在关键时刻 实现了最年轻的跳水大满冠 丽娅陈玉希夺得了金牌 不得不说 全红禅终于变得狡猾了 先是给对手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最后再来逆势反超 反观 在比赛结束了之后 却迟迟没有见到周继红 对此发表过任何评论 于是 网上也掀起了一股热潮风波 对周的讨论声 也各种言语接连不断 对于全红禅而言 他也在随后的采访中 谦虚有理地说道 你然后成为世界冠军 心理赛的冠军 然后你觉得今天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对对我的发挥怎么样 你自己的发挥怎么样 谢谢你的祝贺 然后我对我 今天的发挥 不是特别的好吧 也是 我感觉 有点退步了 也是 没有把自己很好的水平 发挥出来吧 然后乐姐也是 跳的也特别好吧 也是 她能够 很好的调整自己 也是 对了 她跳的也特别好 我们不难看出 虽然全红禅成熟了不少 但她的那份唇真可爱 依然是让大家记忆犹新 不得不说 不管利益集团如何操作 但全红禅的实力 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 她总能凭借自己的真实实力 来赢得大家的认可 我们也知道 陈玉希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跳水运动员 也是大家认可的一个好孩子 然而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关系被利用 对她就产生了不少的质疑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 毕竟陈玉希还只是个孩子 她也在努力付出 我们不应该将过错夹在她的身上 你们觉得对吗 那么你是支持全红禅还是陈玉希呢 对她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共同留言讨论